公元1799年,中国历史上的巨贪和珅在监狱中被家庆赐死。 基本上所有的史料都记载,因为和珅权倾朝野严重威胁到家庆的地位, 所以乾隆前头刚走,家庆后头就立马处死了和珅。 这也证明了家庆是直接杀死和珅的元凶,但是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和珅真的是死于家庆之手吗? 朋友你好,欢迎来到碎片记忆频道,今天是2021年2月3号,看大西洋日落,聊我们的故事。 没有点赞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和订阅以鼓励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来分享给大家,非常感谢。 众所周知啊,这和珅在朝中聚敛了大量财富,可以说是超过历朝历代的任何一个贪官。 另外呢,他还广接党与,在朝廷中的地位仅次于乾隆,可谓是位高权重。 乾隆在当太上皇期间,家庆不得不看和珅的脸色。 虽然家庆是皇帝,但是却还没有和珅威风,此时的和珅还是要钱有钱,要权有权。 但是,你分析看看,和珅发达的当朝皇帝可是乾隆,他可不是一个混军。 难道和珅的这些行为他都看不见吗? 乾隆年轻的时候就独断专权,甚至当太上皇还要亲自过问朝政。 家庆当了四年皇上,基本上没问过国事。 所以乾隆是极其看重权力的。 他凭什么如此信任和珅,并放给他权力? 其实啊,说来道去,这和珅仅仅是乾隆棋盘里的一颗棋子。 和珅的一切都是乾隆设计好的。 乾隆自从决定下这盘棋后,无论和珅怎么做,都在他的控制范围。 和珅越贪,乾隆越高兴。 因为这些钱最终都属于大清,都属于爱新觉罗氏。 为什么这么说? 那我们来分析几点。 这第一点,和珅只是乾隆积累财富的工具。 乾隆利用和珅的贪婪达到了自己聚财的效果。 和珅再贪,他得来的财富也不会全部挥霍。 另外呢,乾隆也能利用和珅拘联其他贪官和富豪的财富。 如果这些是由乾隆亲自来做,也许会背负千古骂名。 而由和珅来做,乾隆不仅得了钱财,还得了名声,可谓是一举两得。 所以和珅只是一个工具,待时机成熟,乾隆给他治罪就可以了。 是不是有点细思极恐? 好,我们来看第二点,和珅替乾隆背黑锅。 这乾隆晚期社会矛盾激化,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只能把和珅作为罪魁祸首。 所以和珅只是替大清替乾隆背了这个黑锅。 第三点,和珅是乾隆送给嘉庆的大礼。 新皇登记,总有势力不服,嘉庆上位后必须做点惊天动地的大事,才能树立自己的威权。 这乾隆作为过来人,深深知道这点的重要性,于是和珅便是这样一个人物。 是乾隆留给嘉庆的大礼,让嘉庆能够做出处死和珅这样一件威震朝野的大事,给儿子足够的权威。 嘉庆处死和珅,一方面可以像康熙杀敖一样,获得很多忠诚的支持,让他们对嘉庆死心塌地。 同时呢,也给贪官全臣一个下马威,予以警告。 另一方面,嘉庆得到了一大笔财富,用来充实国库,这样就更加稳固嘉庆的江山。 这样看来,那就不能再认为和珅是死于嘉庆之手了。 其实乾隆才是杀死和珅的真正元凶。 这一切都是乾隆的一个布局,和珅只是乾隆这台戏中的一个角色。 自从他走上官场被乾隆选定,就已经决定了结局。 我们也不得不佩服乾隆的智慧,这样的反转剧情谁能想得到。 乾隆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大清的延续和稳定。 和珅敛财之多,可谓富可敌国。 因此和珅被革职下狱抄家后,民间宿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 嘉庆四年,也就是1799年,正月初三日,乾隆皇帝驾崩,嘉庆皇帝亲政,和珅来到了穷途末路。 次日,和珅就被嘉庆革职,关入大牢。 正月初七,和珅被交由刑部审讯,京中府地被查抄,所抄财物折合白银高达8亿两。 正月十一,嘉庆发布上誉,他隶属和珅有20条大罪,让各位大臣获知,并让大家义父。 树倒胡尊散,强倒众人推啊,大臣们争相承奏和珅的罪行。 此时嘉庆一切尽在掌握,上誉发布两天后,在朝城的建议下,嘉庆下旨,家恩赐令和珅自尽。 和珅是做梦都没想到啊,自己从下狱到被刺死,嘉庆如此仓促,丝毫不顾还在乾隆大丧期间。 不过这一切已经不重要了,可和珅的内心一定无比凄凉。 从乾隆三十五年被授予三等侍卫开始,直到乾隆驾崩,和珅一直是大清最忠诚的权仆, 对乾隆忠心无比,言不称臣,毕阅奴才,随旨随令,带同造立。 举个例子,当和珅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时, 他还像当年担任乾隆御前侍卫一样,侍奉乾隆。 长言道,人之将死,欺言也善。 当和珅看到嘉庆让太监送来的一条白铃时, 他明白了一切,留下了一首绝命诗后,上吊自杀,十年五十岁。 和珅的绝命诗是这样的。 两百多年来,关于和珅这首绝命诗有着无数解读, 至今都没有一个统一说法。 和珅自议后,刑部官员将和珅的绝命诗呈送给嘉庆。 嘉庆看后,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话,只有十一个字。 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 嘉庆这句话是源自孟子与晋心篇。 孟子说,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 则足以杀其蛆而以异。 孟子说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一个人有点小聪明,如果全不用在思考对主子的刘须拍马上, 此人根本不知道何谓君子之道, 其下场将无比奇惨。 和珅的结局正印证了孟子的这句话。 表面上来,嘉庆从把和珅下狱再到刺死前后不到半个月时间。 而其实呢,他们爷俩已经谋划了很多年。 好,以上是本期视频的内容,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咱们下一个视频再会。